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指數在兩萬點之上 會震盪的很厲害 如果你看指數操作股票 那你就不要做了 就像今天 各位看 哇沙拉沙拉沙 怎麼做 對不對 一殺我啊 嚇得要死啊 不敢買股票或是砍股票 一拉又很興奮 對不對 趕快追 那老船長 我們不要看指數 怎麼操作股票 我不是跟大家報告了嗎 對不對 指數放一邊啊 啊 基歐股放中間啊 什麼叫做基歐 股票市場每一個時段 基歐股的定義不同啊 這話怎麼講 老船長 台北股市喔 指數漲到 欸導播幹嘛 沒有要這樣 還是要拿指揮棒講 拉拉拉拉拉拉 台北股市拉到兩萬多點的時候啊 很多股票也到了同樣的位置啊 我就提出警告啊 這一類的股票全都不要買啊 為什麼 上去空間有限嘛 這第一個 再加上喔 大部分 聽好喔 跟大盤一樣高位階的股票 那本益比都過高啊 換句話說 炒作的成分啊 居多啊 那你去買它幹什麼 對不對 一個不小心 買到玉山山頂 屌住 對不對 那那個地 欸 躺在地板 甚至地下室的 台北股市都漲到兩萬多點了 你去買那種股票 哎呀 落後補漲啊 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啊 現在的股票市場跟以前不一樣 你去美國看 美國的股票市場 沒有什麼落後補漲的 爛就是爛 啊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了吧 現在的年代跟以前不一樣了嘛 所以呢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要買怎麼樣 欸 對 腰部的 好啦 因為腰部喔 到頭部喔 還有非常大的一段 這個肉啊 還很多 對不對 那老船長是所有的股票 腰部都可以買 當然不行啦 因為有些股票 它就是注定的只能到腰部嘛 就像很多股票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只能在地上 或是地底下啊 你腦筋要活一點啊 對不對 扣去這個頭部跟怎麼樣 底部的 那中間的我們在選好的股票 明白嗎 它是有潛力 從腰部到怎麼樣 頭部的 明白了吧 這一集趕快轉發給你的 欸 勞定勞腳 然後幫老船長 然後幫老船長 按個讚字 解的多清楚 對不對 凡是不聽老船長的人 你們就會享受怎麼樣 套牢的樂趣 到了兩萬點 手上股票還套牢 簡直就是個天大的笑話 對不對 你是跟著哪一隻豬啊 講難聽一點 對不對 都兩萬點了 還滿手套牢股票 我知道的有很多啦 都套一堆鋼子幾十檔啊 老師每天叫啊 對不對 奇怪啦 那軍工股 之前沒有人講 對不對 哇一掌上來 大家有 莫名其妙嘛 然後呢 都跑去怎麼樣 因為不敢講八卦 直到老船長固定在講八卦 對不對 講八卦會被看破手腳 就帶會員去買雷老虎 老船長什麼是雷老虎 雷虎啦 8033啦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嘛 不是說投機股不能買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呢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 帶你怎麼樣 去追雷虎的 你要特別小心啊 我們先來看8033 雷老虎今天大漲發威 對不對 他呢 從這邊開始起漲 漲上來 各位注意看喔 好 距離這個高點 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對不對 那你要想清楚喔 這一支股票 他喔 嘿嘿 這家公司喔 是賺鴨蛋公司 聽得懂喔 去年沒有賺半毛錢 一家沒有賺半毛錢的公司 主力呢 硬喔 把它拉起來 為什麼 他配合這一波喔 欸 軍工股的題材嘛 我不是早就跟你們講了嗎 全世界現在兩大地區在打仗 各個國家啊 各個國家啊 在怎麼樣 加強他的軍備啊 是吧 包括我們啊 我們搞潛艦 喔 不得了 一下子搞好幾艘啊 對不對 下了水以後可不可以打仗 那不知道了 至少我們搞了好幾艘啊 那準總統啊 賴清德啊 對不對 他跑去怎麼樣 參觀 哇 軍工 好像被人家拍到那個 現場的展品裡面有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我們的敵國 製造的武器 然後去參展 被我們的總統看到 這還蠻搞笑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網路 反正就很多啊 就有照片流出來 那不管怎麼樣 準總統啊 他呢 重視軍工 所以呢 哇 爆章雜誌媒體就開始講了 520概念股 我快笑死了 那是怎樣 要打仗了是不是啊 這些媒體也是250啦 對不對 你只能說 現在世界上有兩大地區 在打仗 還有各國在 這個加強軍備 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所以軍工股一定會夯嘛 大家明白意思了吧 但是喔 我們知道雷老虎 雷虎他是做無人機的 對不對 這個題材多彰 你看打仗的時候 都是無人機過去 哇 不得了啦 但是很奇怪喔 各位啊 我覺得非常奇怪 是有鬼是不是 注意看喔 雷虎這家公司喔 他每個月營收喔 大概都不到一億啊 偶爾有一個一億多一點點而已 其他都是幾千萬啊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一家公司喔 說做無人機啦 瓦厚都瓦厚對不對 結果營收啊 每個月一億都不到啊 他無人機是賣給誰啊 搞了半年公司 還虧損賺鴨蛋啊 哇塞 一堆頭顧老師盤中連線啊 把雷虎講得好神啊 講得好像武藝探長雷諾一樣啊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這邊怎麼都沒有人講雷虎啊 怎麼都沒有人講啊 那主力怎麼樣 趁這一波啊 軍這個軍工啊 拉炒題材啊 頭顧老師配合啊 帶會員進場買虧損 賺鴨蛋公司啊 對不對 最後倒霉的是誰 這種拉完了一定要下來的嘛 為什麼 你公司交不出成績單啊 那你的老師為什麼帶你買雷虎 他為什麼沒有帶你買八罐呢 為什麼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全國都知道八罐是我們在做的啊 對不對 我們底部就進場了 一路看好啊 一張都不賣啊 我說他怎麼樣 填習他就填習啊 接下來我告訴你 他有機會創高啊 你就等著看啊 但是八罐有沒有底氣 有啊 那個雷虎怎麼跟他比啊 去年雷老虎賺鴨蛋 八罐賺7.52 各位觀眾 就是叉叉筆雞腿啊 對不對 那一個投顧分析師啊 你有專業的這個血氧 對不對 你要帶會員去買賺鴨蛋公司呢 還是大賺的公司 我說的是EPS 那你們參加投顧交了會費 他帶你買虧損公司 也許短線上你這一次 目前雷虎是賺錢沒有錯啊 可是呢之前呢 之前你買有賺錢嗎 當然股票都會衝高啊 沙跌啊都很正常 但是未來雷老虎能夠漲多少 我覺得差不多了 沒有底氣 沒有賺錢的公司啊 明白嗎 但八罐就不一樣了 他再往上漲 甚至他過前高 都有底氣在啊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一下這個 八罐他今天再創新高 各位他收141.5 對不對 盤中最高來到多少 146 146你給他加5塊錢 因為他配息了 已經配了 扣掉5塊錢的話 先把他加回去 還原全息 不是還原全值 是還原全息 因為他配的是息嘛 對不對 還原全息的話 他今天最高點是來到了多少 151塊 相當於151 那假如他漲停呢 就是156.5 反正他收盤價 你就要把他加5塊錢就對了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再創新高 我覺得都是小額科啊 為什麼 我們目標當然是這裡嘛 這裡很高嗎 一點都不高 這裡最高只有160幾而已 一兩根就到了 對不對 一家公司賺7塊多啊 我從這邊開始 注意 帶會員進場 這邊開始帶會員進場 一路這不是掉下 這除息喔 再創新高 我說過還沒開始噴 還沒開始噴 那麼昨天啊 投信喔 投信從2月份都沒有買過 一張8罐都沒有 昨天投信開始進場買8罐 因為他們覺得不對了 為什麼 你去想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你不要走開 回來我跟你分析導播 Bio 靠海茫茫茫茫茫 茫茫 骨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骨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帐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响操作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位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市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那投信开始买八贯 投信有没有买雷虎 因为很多家投信几乎是大部分都规定 不可以买亏损公司 投信手上有很多基金 但是他们都有所谓投研部 投资研发部门 是规定不能够买亏损公司的 所以你去看很多亏损的股票 投信的买超都是压蛋 老船长股票亏损公司也会涨 为什么投信不买 这要讲到N年前 非常非常多年以前 很多的投信基金经理人 操盘人跟主力挂钩 把投资人辛辛苦苦去怎么样 买的基金的钱 去拉抬亏损公司 跟主力配合 然后这个主力就跟基金经理人讲 我先给你200万 然后这个股价从哪里拉到哪里 我再给你多少钱 那这个中间还有白手套 在递钱的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有很多的基金 买了一大堆的怎么样 地雷股亏损公司 就是等于怎么样 套给这些基金 因为这些公司 它根本就不赚钱 年年亏损 那股价应该要跌到怎么样 10块钱净值以下 但是怎么样 大股东也好 主力也罢 就挂钩在一起 然后让这个投资人去接盘 你听得懂吗 然后把股价拉得高高的 大股东都出光了 对不对 然后摔下来 那老传长摔下来怎么办 基金不是赔死了 对 基金赔死了对不对 基金经理人可能拿到1000万 屁股拍一拍 他就走 甚至去别家 怎么样 再找一个投信 然后再来操盘 各位懂意思吗 那时间久了 被看破手脚 对不对 就开始规定 不能够买亏损公司 当然也有例外的 比如说基金经理人 他位阶是经理 对不对 他们这些基金经理人 一家投信有很多个 上面有个副总 叫投研部的副总 如果这个副总歪割 跟外面挂钩 他可能会怎么样 破例买进亏损公司 各位明白意思吧 原来是这样子 雷老虎投信没有买 为什么 亏损公司 投信 从二月都一直没有买过八罐 到昨天开始买八罐 如果后面投信的智商拉高了 他知道要赶快买这种腰部的 被严重低估的股票 然后来增加他的净值 让去买他基金的这些怎么样 投资人赚钱的话 那他就应该赶快大量的进场 因为我收购八罐没有阻力 他的筹码相当干净 当然昨天外资大买 昨天外资大买八罐 所以今天八罐冲一口气 冲到146 还原全息151 这什么概念 我会员126进场 126、27、28、29、30、31、32、33、34、35、32、33、38、39、40 41、42、43、40、45、42、41、48、49、50、51 今天最高来到151 就是这个概念 全国也只有我们的会员 所有资金从120几进场 直接压下去 赚到翻过来 我在这边说谎 第一个我下十九成第一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我会员在看我的节目 我有说谎 每一个会员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全国有任何一个分析师敢这样讲 我退出投顾业 哪一个敢 每天大赚都涨停 鬼扯蛋 一个月带会员买一百档股票 只要涨了他全部拿出来表演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就觉得奇怪 你的老师怎么每一天都有大赚的股票 买了一百档 会员有没有办法买 没有办法买 可能已经屌住 第二档就屌死了 就看你的老师在那边表演 对不对 你不觉得他在侮辱你的智商 对不对 他真的把你当猪脑袋在宰 当然这些会员也是活该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猪脑袋会员 他们不会争取自己的权益 你要跟主管机关 对不对 去申诉 甚至你要找告检调单位 你的老师诈欺 为什么 他在节目上一天到晚说他会员大赚 你是他会员你就输死了 请问不是诈欺是什么 各位观众 证券交易法 诈欺是判七年有期徒刑的 那这些头顾老师为什么这么嚣张 每天敢这样公然骗 就是很简单嘛 那些都是猪脑袋才会参加这种 专门骗人的老师嘛 哇大赚啦 掌停锁啊 我们都有啊 会员赚几百%啦 他的会员不告他 他当然继续骗啦 对不对 这样各位懂意思吗 所以可怜之人 他的会员叫可怜之人 必有可恶之处嘛 可恶在哪里 你自己的权利你都不争取了 你的老师当然继续骗嘛 对不对 你要怪谁 是不是 那你参加老船长就不一样了 全国只有我一位分析师 敢就职自己的 我不是表演的 我已经就职十几年了 快要二十年了 为什么 我相信有神明呢 你参加我的会员 我节目上怎么说 我带会员就怎么做 全国只有我一位 听懂哈 没有第二位啦 我敢这样讲啦 你们最近这几个礼拜 光看我在节目上 我教学都讲哪一档 我都讲八冠 我有讲别支吗 对不对 我讲别的股票都是告诉你 你不要去碰 对不对 这个AI的股票 陷入泥沼 你赶快出来 不要去放空那小的AI 对不对 也不要去做多小的AI 多空双死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今天告诉你军工 很简单看测标嘛 你喜欢投资的人 你买八冠 你喜欢投机的人 你买雷虎嘛 对不对 我没有说买雷虎不能赚钱 你雷虎买在底部你也是大赚的 你有买底部吗 不可能嘛 你一定上来追的嘛 追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啊 它没有底气的 公司赚鸭蛋了 你不要听人家讲 雷虎做无人机多好 多好 再给你看一次多好 睁眼说瞎话 好在哪里 每个月营收这么少 好在哪里 叫你的老师解释一下 它无人机到底卖去哪里了 公司结余下来是赚鸭蛋了 你跟我讲好在哪里 如果你今天公司卖无人机 营收每个月好几亿 EPS很高 我一定带会买雷虎嘛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开大门走正路啊 对不对 我们一段时间后面来看 到底是谁在后面 有办法创历史新高 我就看你雷虎可不可以拉 对不对 拉各位要去玩要小心 我先讲很多股票 现在都摔下来 像这个3661 有没有 公司赚钱赚45块好厉害 厉害什么东西啊 本益比过高 一个字就解完了 是 我准不准 我在四千几百块 这边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小心 这种本益比过高的 创历史新高的 如果你创历史新高 你本益比还是很低 我叫大家追 给我追 听得懂 不是嘛 对不对 这个3228 今天怎么样 舒服一点嘛 昨天再创新高嘛 今天怎么样 还创不创 我每天呢 有空就把它拿出来提醒一下 上次是拉到600多嘛 这一次目前最高577嘛 公司赚多少 这无法无天耶 公司赚鸭蛋 去年一毛钱都没有赚 还亏一块多 股价拉到五百几十块 没有主管机器官在管 倒霉是谁 当然是你们这些散户 对不对 每一次出事的时候 倒霉的就是散户 散户还搞不清楚 看节目看谁在讲经历科 我来参加 是250 不输你输谁 对不对 没有出事情的时候都没有关系 一旦出事情的时候 这些老师我跟你讲 逃之夭夭撇得一干二净 再去找新的股票来骗 你听到的真相只有我会讲 全国只有我会 雷虎无人机军工多厉害 都是骗人 厉害是八卦不是雷虎 要搞清楚 一个正派的分析师 他会告诉广大的投资朋友 我们要怎么样 买机优的好股票 好股票一定会出头天的 至于赚鸭蛋的公司 那是有人为在炒作的 就像这个神盾 有没有 这很会亏 亏钱高手 对不对 去年亏了快一个股本 亏9.97 亏了将近一个股本的公司 还炒到多少 炒到这边 我一直每天警告大家 这个没有本益比 亏钱公司还有什么本益比 解完了 戏 有没有 这很好解 戏 那这些人倒霉的找谁 找主管机关吗 为什么这些股票可以这样炒 你告诉老船长 为什么可以这样炒 神盾为什么可以这样炒 3228 这些亏损公司 为什么可以这样炒 就因为主管机关没有抓 没有管 检掉都 单位没有查 那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些 被割韭菜的散户没有去告 就让这些肆无忌惮 怎么样 在那边弄 如果说一个市场抓得很严 你亏损公司只要一拉台 马上查 拿个券商分点 哪些人在买进 检察官可以叫去问的 你知不知道 你看他还敢不敢炒 最后保护谁 保护广大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希望新的立法院 你要重视这一块 包括他抓一些头顾老师 每天在节目上骗 我的会员我敢讲大赚 你哪一个比我会员赚得多 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我是每一天一步一脚印 对不对 我不是说一下子 八贯就大涨 我们每一天都讲 讲啊讲啊讲啊 除息 讲啊讲啊讲啊 你的老师每天跟月亮一样 初一十五不一样 都是不同的股票在诈骗 对不对 当然了 我再次在那边感谢 所有参加我的会员 你们会有福报 因为你们是开大门走正路的 好不好 八贯我告诉大家 他应该有机会来创新高 应该有机会创新高 听好啊 我第一阶段跟你们说 他会填息 他就填 我现在告诉你 他很有机会会创新高 而且是创历史新高 不相信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走着瞧 我的会员会继续大转 要跟着我操作人把电话拿起来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这段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